这是路过市民拍摄到的画面 当时这辆120救护车停在铁轨上 已经动弹不得 前方的这辆乡市货车 正将急救车拖出铁轨内 看到了这段视频后 记者赶到了事发地点 在道口中间的铁路线旁边 基石地里有不少车折院和深坑 其中一个非常深 看来当时急救车的一个车轮 就是雾到了这个深坑当中 铁路道口的工作人员说 这事发生在前天晚上10点多 当时这辆救护车是由南向北行驶 为了抄近道 竟然在铁路道口内掉头 结果不但把护栏撞坏了 车轮还陷进坑里无法动弹 铁路工作人员赶快进行调度 将即将驶经本站的火车拦停 确保没车经过之后 才将乡市火车调来 将急救车拖出 发现的时候你们肯定得采取措施 采取措施 不采取措施能行吗 马上把直接报车站 车站报调度 调度完咱们都能行出信号呢 还护措施得还护完了 还护完了把车拦停了之后 才能拿的 才能救援 才能救援对 还应该是无怨的 那时候如果来火车 都不麻烦了吧 来火车就废了 造成大事故了